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长角万安与多位寿星一起唱生日快乐歌还切蛋糕同欢 这里是新北市五谷的宪兵训练中心 角万安特别准备了艺男们最爱的素食餐点为大家加油打气 笑称自己是代表家属及女朋友们来绕军的角万 鼓励大家珍惜服役的时光 学习军中纪律 培养哀国心 锻炼体魄 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 为接下来的人生做好准备 我想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对大家未来人生的旅途上面 会是非常难得的一段历练 同时各位也可以看看前后左右你们的同机 未来都有可能是你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朋友 同时我相信这段期间各位不管是接受你们的训练 以及各位同胞之间彼此的相处互相扶持 之间的互相cover也会让你们在军中所体验到的大小事情 相关的趣事会是你们一辈子讨论共同的回忆 有跟女朋友联络吗 除了关心艺兰的生活饮食及训练状况 蒋万也分享北市府推出的一职庭理专案 期盼透过直来咨询及异弊职能培育课程 帮艺兰们提升就业技能与竞争力 接训后能顺利进入职场成家立业 我们兵役局以及劳动局一直以来有相关的计划 不管是一职庭理 艺兰职业辅导服务 透过职业的咨询以及相关的培训计划 能够让各位顺利地进入社会 找到工作能够无奉的行情 我想这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的责任 蒋万也感谢县训中心各级干部对北市一南的照顾 期盼藉由严格扎实的训练 让北市子弟在服役期间成为国防最坚实的后盾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台湾灯会进入尾声 先前已经吸引不少人潮观赏 2月11超级星期六人潮爆量 不少民众对灯会也有许多心得 中央新闻在现场采访民众心目中最夯的灯视 台湾灯会主灯科技兔十分受到欢迎之外 六座副灯和四大展区也有不少人潮观赏 像是未来展区结合台北潮流文化及数位科技 将台北101北市副灯著著名建筑物 直接化身成作品 还有声光满点的重新启动灯饰 外观LED的六角形几何图灯 象征着家的凝聚 室内动画带领民众走进惊奇梦境 因为它里面蛮多结合台北的一些文物吧 像西门丁或是101之类的 还蛮特别的 我们一路从101走过来 然后沿路都看了好多好多好漂亮的装饰 然后刚刚又到这个未来馆 哇 展真的很值得来 另外展区也拥有不少独具创意的灯视 除了当各位网美网帅的背景外 也能有所互动 五彩缤纷的灯饰特色成为了最好拍的装置椅树 是那个就是有一个韩国的偶像来台湾 然后还有跟那一条萝卜灯就是合照 所以我就是有为了那个去看那一条街 我们今天是参加旅行社 然后一日游的来到这边 然后我们是从竹南一行人过来这边参加的 然后我们搭车搭到桃园的虎头山 再来这边 这边是灯会 我们晚上就是要先走这边的灯会 再过去国父纪念馆 有时间的话还要到101去 尽量把所有的灯会都走遍 不晓得来得及吗 所以我们有看到电视广告觉得不错 这次办得很好 所以我们就大老眼的跑过来 之前就是没有来 在台北也没有这么大 刚好今年有这么大的灯会的 对对对 再来看这样子 因为像过去几年都有台北灯节嘛 然后就没有像这一次范围那么大 对然后又有很多个大型的灯饰 就可能像主灯之外还有好几个副灯 对所以就觉得 然后又听说结合了很多新兴的科技 就觉得还蛮特别 就不像是以往传统那种纸扎的花灯 就有很多是结合科技的 今年灯区横跨全台北 让不少人赞叹 疫情前的热情与欢乐再起 带动灯会成功展出 想必也会在民众的回忆中持续展演着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全国花灯竞赛 总共有190间的花灯作品参展 台北市教育局邀请专家学者 进行日间及夜间的评审 评选出五组灯王及各项优秀的作品 并举办颁奖典礼 灯王们开心的把8万元现金抱回家 颁奖典礼中 由副市长林奕华亲自颁发灯王奖座 奖状还有8万元奖金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全国花灯竞赛 总共有190件花灯作品参展 评选出五组灯王及各项优秀作品 总共122件作品获奖 其中亲自组灯王作品为台北市蓬莱国小的穿越时空的情侣 国中组则是台南光华高中的兔之拳 参赛者都是首次参加花灯比赛 对于能够获得评审青睐 夺下灯王奖项都感到相当惊喜 这次我们做的作品叫做穿越时空的情侣 那穿越时空的情侣 其实主要的发想来源是来自于现在有很多的穿越剧 然后当时我们就想说 其实今年又是兔年啊 那可以把古今中外做个结合 那所以就想到说可以用什么主题 就想到了嫦娥跟后裔的爱情故事 那所以爱情故事想了之后 想说其实他们的爱情故事里面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在一起 那我们就希望是说 可以用一个古代跟现代的结合之后 变成是嫦娥在月球上遇到了太空人 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今年 这几年疫情其实就很多人面临胜利识别 那我们就希望是说 亲人可以就是长长久久 可以再续美好的前缘 第一次做 虽然说是第一次做 但是就是说觉得说 很辛苦 然后很有趣 一开始我们就是要找五组队员一起来参加嘛 所以我们就找志同道合 然后各有所专场的人一起来做 那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我们自己这一组 因为我们一直做到过年的时候都还没有组起来 我们都觉得我们可能很危险不会得奖了 但是呢 等组起来之后呢 我们又慢慢有了信心 满难忍可贵的经验啦 因为平常不会接触到这个 如果不是伙伴们的约啊相约啊 还有老师的教导啊 然后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不会碰到这种东西 那小朋友也不会学到这么就是 一般的就是我们平常接受不到一些手艺的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这个经验 就是他的作品名称叫做兔子犬 然后以今年是兔年来发想 然后台南 我们是从台南来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关子岭温泉 所以把两者结合来作为这次的主走 我们学校在台南在地 我们其实在2006年台湾灯会 我在台南的时候我们就 我是老师然后指导大家 就是还有我们另外一位老师 指导学生做这些作品 那其实我们做花灯已经做17年了 只是他第一次参与他国中部的 然后我们高中今年也得到灯王 全国花灯竞赛总共分成亲子组 国中组 高中职组 大专社会组 以及机关团体组五个组别 各组花灯作品都展示在新人爱路 及市府周边人行道 副市长林一华表示 举办全国花灯竞赛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引导更多人 学习体验花灯艺术之美 那剩下两天整个也就要迈入到尾声 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感谢 这次来帮台北市变得更精彩 更美丽的所有的好朋友 因为有你们在这次的所有的 190件的作品里面 真的看到了我们整个的艺术之美 有一种传统的艺术之美 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感谢 所以今天呢 我是觉得评审长跟田老师 应该是蛮伤脑筋的 我们更重视的是整个灯会里面 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教育 艺术之美 因为呢有懂得欣赏美 懂得让自己美 生活才会美 尤其现在的灯会 从随着传统懂到创意 所以这个创意跟传统的结合 就让我们更体会到 新跟原来的传统 是可以有这么完美的结合 2023台湾灯会在台北 展出到2月19号 参观人数已经突破900万人 副市长林一华表示 除了感谢来自全国979位作者 精心创作花灯 并且透过观摩学习 激发创意巧思 也欢迎民众把握最后的机会 前来赏灯 记者李其会台北报道 寒假结束 大专院校陆续开学 除了学费 不少学生还有生活费要烦恼 根据TUN大学网调查发现 开学后有打工计划的同学 占83.5% 比去年同期成长一成 而应征的职业类型 以活动展场攻读生 37%的占比最高 而在疫情期间 相当受到欢迎的美式外送兼职 只占2% 掉出了10名之外 还是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我可以帮你们播一下 在三个直播平台 担任直播主的旅同学 要分担家中债务 以及就学贷款 非常积极赚钱存钱 为顾及课业 开学后选择语音直播 最高纪录是一个月 只开播8小时 就赚进3万元 外形亮眼 多才多艺的Jed 就读制品 服装系大四 学了8年的绘画 12年的钢琴 喜欢跟小朋友互动 靠着家教工作 一个月平均就有 2万4千元的收入 不管是帮客人按摩推拿 还是担任网拍男模 开朗剑坛的CJ 虽然才24岁 却已经累积不少打工经验 因为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 决定以接按打工为主 平均月收入就有4万5千左右 我做过工厂加油站 然后还有卖场推销 跟早餐点 然后还有很多临时工之类的 或是那种发传单 我现在只有兼职一个 余音波 那我的余音波呢 其实刚开始一定不会很多 大概几千怪吧 然后可是他跟我说后期呢 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多 因为你就懂得怎么样就是有粉丝啊 就会有粉丝 对 我学校附近就没有什么 就不好通车 然后也没有什么工作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我这样 我就找一个不受限的地方 家庭代工 或是直播组 因为家庭代工你可以拿回去 可是现在家庭代工太多诈骗了 所以我就选择做直播组 我从小二开始学钢琴 学了古典钢琴 然后学了十二年 然后我高中读的是美术班 然后大学读的是服装设计 所以跟画画是相关的 那我可以教的就是钢琴跟画画 然后还有小学的半读 跟国中的半读 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正职是参举馆打工 那参举馆打工时间是晚上 然后再加上我本来就已经习惯了 就是大概平均税五到六个小时左右就很足够 所以我大概可能晚上工作到一两点 隔天早上八点多九点就会起床 那怎样早上我还有很多很空心的时间 那所以其实兼两份财到三份财 最后来说已经算是日常 用打工的方式是因为 我自己可以比较控制好 我每一个工作需要的工时 然后它需要的时间 我在安排上 可能中间有通勤什么之类的 因为如果是正职的话 你就一定会被迫被公司受限于你的上班时间 对对对 那可是如果我现在每一份都是打工的话 我比较好完美的去安排 我今天24小时我要怎么做处理 根据TU温大学网调查发现 开学后有打工计划的学生占83.5% 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一成 兼差打工的意愿更高 而应征的职务类型 以活动展场攻读生37%比例最高 值得一提的是 疫情期间相当受欢迎的美食外送兼职 因工作环境不稳定收入无法预测 加上户外工作危险性较高 在服务业大量缺工的时期 失去优势只占2% 调出实名之外 根据一一人力行调查 今年有医院想要兼职打工的学生 高达有8成4的比例 它跟去年的同期比较起来 整整多了一成之多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 因为在解封之后工作机会数也增加了 现在打工兼职有13万个工作机会 那所以大家在预期心理之下 认为说找到兼差工作的机会越高了 那自然求职者也意愿会提高 所以可以看出来说 其实整整提高了10%左右的意愿 可以看出来 在今年打工的热潮热度是蛮高的 热门的职务 发现第一名会是活动跟展场的攻读生 那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通常活动展场 都是以单日计算 而且是可以领现金的 所以相较来说 不只是续心上会以其他的行业 还有更有竞争力 在弹性上也比较有竞争力 也成为学生打工的首选 那么其次就是餐厅的内外厂人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职缺很多 所以相对来说 门槛会比较低一些 比较好找 那再来就是一些包含像是 比如说是助教 或者是文书设计 这些也是学生同样很青睐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美食外送在过去这两三年 疫情期间 其实是很热门的选项 但是在这次的调查却跌出了10名之外 主要的原因可以理解到说 是因为在疫情之后 现在工作全面又复苏了 多样性又增加的情况之下 学生打工兼差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 如何避免打工诈骗 陈颖柔也呼吁 千万不要透过来路不明的网站找工作 面对打工诈骗 是很多学生都会遇到的情况 高达将近七成左右 所以我们都会奉劝学生 你在找打工兼差的时候 一定要找第三方有公信力的平台 那像我们一一人力银行呢 就会有把关的机制 需要比如说公司的大小张 登记人的身份证等等的 会有一个把关的流程和机制 那你也尽量不要透过来路不明的社群网站 包含像是脸书 IG或者是LINE社群等等的 这些设立在国外的总部的公司 基本上在台湾是很难就责的 所以基本上来源是第一个 其次第二个是 自己也要了解相关的法律 所以你才能了解说 是不是有投保老健保或者是薪资 有没有给你不合理的待遇 再来就是一定要懂得向学校 或者是政府机关去申诉 如果你遇到不合理的情况 或你认为可能有打工诈骗的嫌疑的话 可以向学校的相关单位求助 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工局 来举报相关的单位 要保障自己打工的权益 因为其实打工兼职呢 还是要比照合法的雇佣关系 来做这个一般的比拟 不管是加班费 还是工作内容 还是续薪都得比照正职的员工来比照的 所以学生打工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调查也显示 打工学生每个月平均工作73.7小时 可以赚进一万三千零七十元 平均时薪一百七十七元 和基本工资相取不大 显示多数兼差打工的大学生 多以基本工资的条件续薪 导致学生对薪资的满意度也不及格 平均只给五十分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不明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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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北市南港区一名年近八旬的富人 因为车辆围停人行穿越道遭到检举 被远警依法开单够发 不料这名老富人突然情绪失控 大骂远警 甚至朝远警呼巴掌 结果被警方当场压制逮捕 受辱的远警事后也提出了伤害告诉 远警耐心说明违规开单原因 被开罚单的老富人突然情绪失控 一巴掌打了过来 这起掌裹远警事件发生在台北市南港旧庄街移除超商前 年轻八旬的周姓富人开车外出 将车辆围停在行人穿越道影响通行遭到路人检举 南港分局旧庄派出所远警货报后 到场依法开单告发 不料周姓富人情绪失控 大骂远警更朝远警呼巴掌 造成远警脸部红肿 夸张的行径当场被远警压制逮捕 事前获报 辖内旧庄街有车辆违规停车 警方到场后发现一部轿车违停在超商前 远警先告知周姓女驾驶违规事由 依规定自单举发时 周女突然裹掌远警出气 远警遭袭后立即呼叫支援警力抵达 并将周女依妨碍公务限刑犯予以逮捕送办 经调查 该处超商前不但划设红线 且违规车辆当时已占用行人穿越道 除影响行人通行外 也阻碍到转弯车辆之视线视角 恐造成危险 远警与举发过程中已清楚说明 为妇人仍应一时情绪失控而失报 造成远警脸部红肿挫伤 事后这名妇人声称是一时情绪失控才会动手 也感到相当后悔 不过远警不甘受辱坚持提出伤害告诉 警方在征讯后也依妨碍公务 伤害罪嫌将这名妇人移送法办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青少年的家长们会担心孩子约会后 会发生不恰当的越界行为 如何跟孩子沟通与取得信任呢 国民健康署提供家长与孩子沟通的四招技巧 让孩子主动说出想法 在他国山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件事 妈妈我觉得大学交男朋友好久 这样太晚了 然后我突然间意识到 我女儿长大了 然后她也进入青春期 那我突然间会觉得说 青春期其实对异性好奇或喜欢或欣赏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与其静止 那倒不如我给她一个正向的领导 所以我就跟她说 对呀妈妈也觉得大学才交男朋友好像太晚 我像国中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班上的那个点进队子 他很帅 然后呢 你是不是也有喜欢的人 然后就主动的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开始的互动 如何和自家孩子有效沟通 是家长们必须学习的课题 尤其谈到异性关系和性这方面 以往严厉与说教的方式 已不再是最好的办法 国民健康署推广正向沟通 有四个技巧 让亲子关系更亲密 那我们怎么帮助家长愿力去推展 家庭性教育呢 我想很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第三方 也是我们政府单位这边 透过社会性教育 来带动家庭跟邪教性教育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 我就是有这个做法 我个人也开心 能够要负责拍这个影片 那我想在亲子性家里面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就是怎么跟孩子交通 尤其还是到了青春期 我们知道 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 他在询问三个问题 我是谁 我将来就做什么 我是一个价值人嘛 所以他在找自我同事 这个父母亲那一定要知道孩子的特性 他想要自己做决定 当然父母亲会担心 哎呀 这么小 我自己做决定都会错误 但是一直剥夺他做决定的机会 他是不会要成长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不会负责 你要顺着他的什么 发展需求 所以家庭的需要 我一直看到了 所以特别呢 透过这个微电影 虽然只有六分钟 变得非常丰富 他采取了梦境的传练时空 那母亲可以能察觉到 哎呦 如果你用所谓的互相沟通 事实上不只没有办法打沟通 而且造成亲自的关系的重温 那我们何不来练习 用正向的沟通 让我们呢 孩子不只能够打到沟通 而且帮助孩子有什么 统整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提醒各位 显规禁令 不信任 第二个电影跟缩教 是不OK的沟通方式 我们希望 换个想法 可以练习尊重 肯定跟什么 同理心 还有我的信息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 很重要 要去独行的 那我们今天 国建树也制作 《爱可以轻松说》为电影 透过情境示范 展现亲子间 讨论感情议题 可能产生的冲突 及降低沟通障碍的方法 我们在新年完成了一部 为电影 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计则会 能够让 这些媒体朋友们 来分享 那这个 微电影 还有它的懒人包 都会放在我们 国民健安署的 相关的网站 包括我们的天堂救救 我们里面有一个青春的青少女的少林馆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下的利用 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高教授他们的团队 让我们过今天 再去等会跟我们来谈 怎么样沟通这件事 但是呢 我个人的经验 会跟他 会想一下 我们父母亲 最常用的 也是孩子 可能最不喜欢的 我为你好 我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你好 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你好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压力很大 在过去 我的小孩子还小的时候 就是跟年纪差不多 我也曾经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也觉得我错了 我们应该要尊重小孩子的想法 我们也要相信小孩子有他的正确的概念 所以他应该要有个性纪别养 如果能够让小孩子 操了他自己的想法 得到父母亲的肯定 我相信他可以把事情做得点 所以 怎么样让这样的沟通更好 我们今天这个基督会 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能够给大家有一些正向的 正向能量的一个沟通 怎么样让互相歇息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照顾 也没有一个天生就是不会学习 所以我想这个状况 都必须要透过学习 能够有更好的方式 其他更多亲子性沟通相关的参考资讯 可以致国民健康署健康久久 青少年好样馆参考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 健康承受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 最近一届有了突破性的研究进展 基隆长根研究团队透过造血干细胞 基因改造突破了小鼠的寿命限制 这项杰出的成果融合了国际顶尖期刊 先进科学刊展 对于临床应用的发展 各界是相当期待 基隆长根医院院长赖奇俊 带着研究团队说明这项 长达10年的长寿研究成果 透过造血干细胞基因改造 成功突破小鼠的寿命限制 此外将健康长寿小鼠的造血干细胞 对普通小鼠输入治疗 也明显提升抗癌能力 改善健康状态 这项杰出成果今年9月 荣获国际顶尖期刊 先进科学刊载 让研究团队相当振奋 我们的研究主要是 利用小鼠的造血干细胞 那在细胞里面呢 做了一个基因编辑 就是改造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老鼠呢 他基本上他可以活得很健康 然后比一般老鼠长寿 达到10到30%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呢 这些小鼠呢 他有就是在记忆衰退这边呢 他有明显的改善 那像说跟慢性肾病有关的 肾纤维化还有肾丝球萎缩 然后跟肝硬化肝纤维化有关的 他的肝纤维化呢 还有以及跟心血管的纤维化 然后心脏的纤维化 这些状况呢 看起来都有很明显的改善 然后也会延缓他整个老化的过程 那另外呢 我们发现呢 他在癌症的这一块呢 就是说 这样子改造之后的老鼠呢 基本上他癌症的发生率是下降非常多的 那反过来呢 我们利用改造过后的淋巴细胞呢 打回老鼠之后呢 发现这样子的老鼠呢 他可以去对抗原来已经长出来的肿瘤 所以我们说他有抗肿瘤的这样子的能力 然后会避免癌症的恶化 那因为避免癌症的恶化 这样老鼠他就可以延长寿命 那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 他在延长生命的这一块呢 就是延长寿命 然后看起来是健康 然后身体状况是有比较好的 甚至有一些回春的状况的话呢 这些我们是利用 改造过后的造血干细胞 然后打回老鼠身上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 可以延长寿命到14-26% 在八次的回溯之后 所以呢这样子的研究成果呢 我们觉得未来在人类的应用上呢 应该有很大的发展 然后对很多老化相关的疾病来说呢 他也是一个研究的新的一个契机 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那未来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的来 不但让大家能够更健康长寿 而且有些疾病的发展率就会减低 那团队也已经升起了很多的专利了 那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的研究 能够在未来在医学上 能够造福更多的病人 其实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可行的动物模式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基因 它只表现在造血干细胞 也就是整个血液细胞里才有 它不像其他的长寿基因 它可能是全身的 就是整个所有的体细胞都有 那表现在造血干细胞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做那个 我们讲类似细胞疗法那种 就是血球的输注 就是取出来培养再输回去 可是如果你表现在体细胞的 组织是不可能拿出来培养 然后再种回去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动物模式 其实以后的潜力相当大 无论是在做抗老化的开发 或者是学术研究上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它的研究潜力在 你这个研究能够发表在 我们期待的一个期刊的水平上面 就是一个认可 而且才是真正我们开始要 踏入抗衰老研究的一张门票 没有这个发表 我们拿不到门票 因为没有人知道说 你在做这个 尤其是这种都是国际性的研究 如果你没有发表 只在台湾 国外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一定要靠着一个 比较有知名度的 血素旗干 在上面发表 你才有办法让大家知道 肠根研究团队也发现 基因改造小鼠 老化疾病的发生率 也明显低于正常小鼠 像是常见的心血管 肾脏与肝脏等组织的 都有相当显著的改善 这些老鼠它的鲜化也减少 但重点是 心脏的改变 因为比较不容易 所以它的血管方面 是比较 血管的年轻化 会比较容易明显看到 所以像其他肝脏肾脏的器官 它的血液供应 它里面的一些老化物质会减少 有害物质会减少 所以血管的一个延缓老化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心脏本身是比较 比较不容易 因为心脏没办法 像肝脏会再生 这样子 所以心脏的老化 其实看的比较没那么明显 细胞啦 我讲心脏细胞 但是心脏的血管 还是会改善很多 在我们的研究发现 我们发现基因改造署的肝的组织切片 跟没有基因改造署的肝脏组织切片 的纤维化程度都没有那么高 而且它比较不容易纤维化 那肝功能的指数也相对正常 同样年纪的 那我们在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基因改造署 它的肝脏的再生能力比较强 因为肝脏是可以再生的 那而且它可以肝纤维化 肝硬化的这个进展 比较不会老化 不会受老化所影响 那这个在临床上是很有帮忙的 因为我们肝硬化的病人 他唯一的治疗是肝脏移植 那我们肝脏器官也是短缺 也没有随时都可以 让病人接受肝移植 还有配对的问题 可是我们如果可以延缓 肝纤维化进展到肝硬化这个程度 那对一些慢性肝炎的病人 其实是很有帮忙的 包括B型肝炎 C型肝炎 或是脂肪肝的一些慢性肝炎病人 台湾已迈入高龄化社会 长庚研究团队指出 这项研究成果 有望成为未来开发抗衰老 以及治疗各种老化疾病的关键资源 在未来的临床应用发展 相当令各界期待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国民健康署自去年7月1号起开办 第五癌筛检 也就是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 国民健康署提醒 凡符合资格者 请多加利用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肺癌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国内110年肺癌标准化死亡率 为每10万人22% 相较100年以下降16.4% 但仍高居癌症死因第一位 且存活率相对低 肺癌患者之所以存活率较低 主要原因是因为早期肺癌无明显症状 而出现显著症状时 诊断已多为晚期 国健署提醒民众多加利用 政府补助的肺癌高风险族群 每两年一次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 那参与跟协会的合作 我们也从国际跟国内的实证 我们找出了哪一些对象 是属于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资源 来协助跟帮忙的 所以大家有了共识以后 确认了我们有两个主要的族群 第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的实证 有关动物验证 那跟动物比较不一样 我们国人来讲 女性百分之九十 几乎都没有 百分之九十的肺癌的患者 几乎都没有出烟 那在我们Talens大币里面来讲 那么大概跟我们的遗传的家族史 比较有相关系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类 定为我们优先来执行的一个对象 那有关会来筛检的以后 相关的 结减的大小 治疗的质疑 那么也非常谢谢各位 大家也帮忙 我们一切有了共识以后 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政策 才能够推行 那非常谢谢大家 那从7月1开始 全国有142家的医疗机构加入 我们来赛建 那么有这样的对象 在这半年当中 总共有2万多个个案来接受 我们赛建 所以我们其中找到了2月 有160位主任的配案 这对我们一起的 其中有80%多点多 都是我们也到一起的 那么为什么会来赛建 早期的政策非常的重要 因为会来各个西北 它们五年城努力 差点会怎么大 连到一起 那五年城努力 可以高达九成以上 那么到了第三期 第四期 甚至第四期 甚至要超过一层的一个 五年城努力 肺癌筛建过程 只要五分钟 且没有侵入性 若能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就不用承受晚期 肺癌治疗过程中的 神行痛苦 及庞大的医疗费用 那我们很期待的是 因为抽烟的肺癌 抽烟的肺癌 看起来这个晚期的还是多 那我们希望是我们的 整体的这个 第四期的病人 可以从50%降下来 第一期的病人增加起来 唯有这个奇别的改变 奇别的转移 才是能够解决肺癌 改善肺癌的死亡率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是 顺入这个潮流 而且是在 实际上是领先的 然后 那我们 中央迷口放射生医学位 那 基于这个保护 国人的健康 尤其是 辐射安全的把关 所以这个是我们 责无旁贷的 所以我们学会会对于 这个 所有的民众 在接受检查的仪器 还有环境 做一个定期的检查 侦测 然后保障这个 我们真正的用到 低剂量的 那个检查仪器 另外一个就是 对于我们的 操作人员 这个放射师的一些 SOP的教育 我们也会定期的 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说 然后规范 让大家都有得到一个 均衡而且高品质的 一个检查的程序 我们目前大概 从去年7月到现在 开办这个 多做检计的计划之后 至少已经有 2200位以上的民众 接受这样的一个 一个检查 那其中 其中已经发现到 160位的一个 一个民众 有确诊式肺癌 的状况 但是呢 这160位的一些 病人 肺癌确诊的病人 那实际上 大多数 我们都知道 社会经史 凡数86 几乎都是 隐形到弊形的状况 那这样的形形 就是说 像我们 其实 会建议 就是说 如果是在筛检 发现了异常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异常其实 不等于 就是说 是得到了癌症 因为异常的话 它可能会有 相当多的一些 节节的一个情况 那有可能是良性 有可能是 发炎 甚至有可能是 早期的肺癌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要接受医师的一个 专业的一个建议 然后呢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来做一个 确诊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确诊的动作 事实上 其实大家也不需要 太过于担心 那它并不是一个 相当大的手术 那如果说 有确诊是肺癌的话 那其实就是心态上面 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面对 那并不要太过于担忧 因为在大部分我们这个 如同前面有相当多的 专家学者 长官所说的 就是说 我们发现了 很多人都是没有症状的 那很多人 80%以上 都是零期到一期的 这个早期肺癌 那他就要说 这个时候 来处理的话 那一本是 甚至是用到了 这个所谓的 微创的一个手术 事实上 都是相当好处理的 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在这边要呼吁 就是说 我们这些有中毒吸烟的 这个这些利用 应该要这个 及早来戒烟 唯一有戒烟 在这个 才能够减少肺癌的发生 那这也是我们戒烟以后的 10到15年 肺癌的发生率 就会降低一半 所以实际上 我们如果有吸烟的这个 这个朋友 还是要及早来戒烟 那也感谢说 我们的会员 在这些年来 对我们肺癌病人的这个照顾 相信配合国家的政策 这个凶重学位 还是为经理来照顾所有 我们的这个大众的健康 国民健康署与全国142家医院 攜手合作推动计划 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 可治国建署肺癌筛检合约医院 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 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团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有越来越多的寿司店进驻基隆 市长谢国良表示 将透过追加减预算 在下半年规划举办基隆寿司大赛 结合基隆的海鲜优势 进而发展寿司产业 打造观光亮点提升在地就业 好 食材新鲜 我跟各位报告 食材新鲜是基隆最大的优势 因为你食材不新鲜 再贵都没有用 然而你食材新鲜 平价餐厅 也可以享受到最高级的待遇 因为它食材新鲜嘛 这个海鲜一不新鲜那不是开玩笑的 食材跟我们在第一线就是产地 就是给予基隆最大的一个竞争优势 这个竞争优势是台北台中比不来的 因为台北甚至台中的新鲜的 好的寿司餐点余货 其实也是我们基隆来的 所以我们基隆应该要用这样的方向去思考 然后让我们变成一个寿司城市 基隆市长谢果良今天特别到东岸广场的寿司店外围 进行一次正式的宣誓 将透过追加检预算 在下半年举办一场基隆寿司大赛 他希望能够大力来推动寿司的产业发展观光 也带动在地的就业 那首先先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基隆即将举办 基隆的最佳寿司大赛 那我相信这个我不敢说是唯一 我相信也是首创的在基隆举办 有规模的一个寿司竞赛跟比赛 那我顺便也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要开始扶持寿司餐厅这样子的产业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 就是一个海鲜漁货量相当丰沛的城市 所以我们是第一线靠产地最近 这个是基隆原有的竞争力 然而我们过去以海鲜为主的这个餐饮业 主要就是以海鲜餐厅桌菜为主 可是近年来不论是小家庭或是老饕 甚至有很多企业主对于寿司都相当的青睐 因为寿司本身它比较清淡 而且比较不容易发胖 然后很新鲜 新鲜的寿司其实会吸引很多国内外的韬客 到日本去就是如此 所以我认为说基隆除了是一个海鲜城市以外 基隆未来也要变成一个寿司城市 市长谢果良在现场品尝美味的寿司 同时也强调寿司大赛会进行分组 重点就是要把基隆在地的食材 带进这个比赛里面 透过比赛来提升基隆产业的质量 就是打造一个专区 可是现在我来看 除了这个专区未来可以有待评估以外 我们现在是要遍地开花 把基隆寺 像基隆寺是不是到处都有好吃的小吃 也不是只有庙口才有 所以打造庙口 就好像您刚刚讲的 哇你看这鸭好吃的都来了 那但是我们其实也是要来 那其实我们也是要打造这个特色的以外 但是也要遍地开花 没关系就要摆着让大家看 对对对谢谢 我们现在就是要遍地开花 然后让这个各式各样的店都进来 所以专区也需要遍地开花也需要 我个人的观点寿司餐厅分三种 一种就是我们在地的有特色的 大家所了解到 但基隆才知道 第二个就是连锁的 我们现在看到有连锁的 已经有几家 而且正在增加当中 另外就是 算是全国知名 台湾独特有 但是在基隆还没有的这些店 但还没有到日本跟台湾全国连锁这种 就是在台北有一些特色的 我们有跟他们洽谈过 有一些甚至基隆子弟出身 但是做的在台北做的非常好 他们有很多也希望回到基隆 他们自己的家乡来开业 所以就这个部分 三种一种在地的 一种是台北或者台中经营的非常好 但是还是台湾特有 一种就是亚洲或者是日本 连锁到台湾来开设 这三类我们都要来争取 因为观光发展是基隆 除了我想要做的这个科学圆区就业以外 最重要的一个产业策略 观光也还是基隆主要的产业策略 尤其在市区港区这部分 所以发展一个寿司的特色 我认为对观光一定有帮助 那当然对于就业也是会有 我们希望我刚刚讲的三类的这个餐厅 都能够开的越多 然后呢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办一个 这个寿司的这个比赛 然后都可以成为全国最关注的 这个一种这种美食的一个竞赛 因为大家都了解在台北有一些类似牛肉面积 已经获得了全国的青睐 那我就希望未来在基隆寿司比赛 也能够得到一样的全国关注度 市长谢国良表示 为了迎接友伦观光客 基隆一定要有特殊的亮点 让外地游客留在基隆 寿司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加上基隆的海鲜食材文明全台 这个核心的优势 相信能够吸引更多外地游客 来到基隆观光消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国民党基隆市新住民工作委员会 主委赵玉珍及执行长金佩玲 特地带领以陆佩为主的新住民团体 拜会小爱爸爸谢国良 市长认真听取新住民的意见 并指示纵发处长林立禅 追踪相关建议的进度 照顾好来自不同国家的新住民好朋友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先来个温馨的拥抱 再亲自贴心的逐一握手 欢迎来访的新住民团体好朋友们 这是由国民党基隆市新住民工作委员会主委赵玉珍 以及执行长金佩玲 特地带领以陆佩为主的新住民团体 拜会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谢国良也在中发处长社会处副处长以及教育处和民政处科长等 有相关新住民业务单位人员陪同下 认真听取新住民们的建议 并且指示有一个可爱外号 蝉宝宝的市政府中发处长林立禅 追踪相关建议的进度 照顾好来自不同国家 而现在都是中华民国国民的新住民好朋友们 很开心新住民的姐妹代表们 今天来市府看小爱爸爸跟蝉宝宝林立禅处长 那我们今天提到了有关于活动空间的问题 然后有谈到讯息如何更直接的能够沟通 传达的问题 也有谈到未来的一些基隆市的观光景点的一些公益导览 这些都非常的有意义 未来我也会请我们中发处林立禅处长 来固定的追踪这些工作的进度 那我们希望这些新住民姐妹 其实都是把家庭孩子照顾得非常好 非常有能力的一群我们的中华民国国民 我们希望借重他们的力量 让未来在观光上在文化上 甚至他们今天也提出了希望在中原季 能够增加一个他们自己的花车 我都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那我们会请林立禅处长跟我们 包括社会处文化局等教育处等的同仁 大家一起来追踪这些工作的进度 双方交换完意见后 新住民朋友都急着和小爱爸爸谢国良拍照 小爱爸爸也展现亲和力和大家个别 以及团体合影留念之外 也致赠应由小爱爸爸以及女儿小爱 充满可爱温馨动漫风格 装有口罩等纪念品的提袋送给来访的 新住民朋友们 让新住民好朋友们都超开心 也感受到小爱爸爸谢国良市长的温暖和关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土耳其发生大地震 让台湾的民众感到心疼 博济市长钢琴家许哲成 利用自己的专场 在东岸广场以快善的方式 当场演奏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藉由音乐为土耳其居民祈福 同时也鼓励台湾人多伸出援手帮忙 国际知名市长钢琴家许哲成 宣称在金融段商场 当场演奏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希望为土国人民加油打气 然后呢更加希望用这首曲子 来让土耳其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能够听到的话 也能够在心目中带来盼望 能够让他们重建快速的重建家园 远离地盡的噩梦这样 许哲成用快散方式 在东岸商场一连演奏多首钢琴曲 让民众感动到哽咽 就很感动 眼眶就要流出来 他不是一般人 他比我们人的人还强 这一次是很难得的机会 非常感动 出生金融的盲眼钢琴家许哲成 今年39岁 13岁获得国际声障青年钢琴家首奖 还收邀到世界各地演出 最近几次用快散方式 在东岸商场演奏 获得民众欢迎 其实我觉得在公共场域弹钢琴 比在舞台上还要自在 因为公共场合就是 感觉上跟大家是零距离的 虽然大家是走来走去移动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彼此都是很轻松 都不需要很严肃地聆听音乐 像在音乐厅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公共场合弹钢琴 我觉得无论是路人 或者是我们演奏的人都很自在 像许多台湾人一样用自己的方式 帮助土耳其 曲折成用最爱的音乐 对世界伸出拥抱的关怀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有民众 到金融一间便当店 买三杯鸡便当 回家发现这个配菜的豆干 出现了黑色的斑点 看起来就像发霉 发文控诉业者 事后业者回应 是茄子上的花青素染色到豆干上 事隔一天 贴文者就向店家道歉了 贴文表示愿意捐50个便当 给弱势民众 而店家为表示负责 也加码100个便当 并呼吁民众 在发文前一定要立信讨论 民众发文控诉 这月15日到安乐区 某便当店买了三杯鸡便当 点了一个豆干当配菜 却发现有黑色的斑点 认为是发霉 恶心到爆 批评业者 拿消费者肚子在开玩笑 不过 业者看到贴文 立即查证 发现是因为豆干和茄子 放在一起才会出现染色情况 而当事人说 知道发霉豆干 表示要将便当送到卫生局化验 一开始看到会 那你会问一下店家这是什么样子 不会但是我不会点 因为茄子有那个 有一点那个皮的那个绿色 原来便当店光是主菜配菜 就将近有40样 都是前台四位员工帮忙夹菜 疑似是前一位客人点了茄子 后来用同一个夹子夹了豆干 才会出现染色情况 开始在网路上看到之后 第一时间像店家跟仓库 还有厂商反映 有没有豆制品坏掉的问题 后来发现 并没有这件事情 只是单纯的 因为茄子染色到豆干上 看起来似乎是 有点坏掉的隐喻 只是观感不佳 但卫生上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看到 有没有私下跟这个 直接PO文哲的联系 但他的态度稍微强硬一点 比较没有办法 理性的共通 所以我们也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 对他有些执行法律上的帮助 那以营养师的一个角度 其实茄子确实是富含花青素的 这样的一个花青素 不管是经过高温的油炸 或者是说长时间的泡水都会溶出 花青素本身是水溶性的 所以他很容易释出这样的一个颜色 来沾染到其他的食物 那在豆干上 看起来就确实会有点像是发霉 那其实民众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来分辨 那豆干如果发霉了 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酸败的味道 那甚至会有白色的液体 黏液 那这样的状况就确实是发霉的情形 不过贴文民众没有经过查证 就贴出照片公审店家 引起了店家不满 将采取法律途径 而案情一天之后有最新的进展 贴文的当事人急忙贴出了道歉启示 表示愿意捐出50个便当 帮助弱势 而便当店也表示将不追究 同时加码100个便当 希望用负责态度 来看待这件豆干染色风波 记者黄烧鸣就用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